台湾充滿各國美食文化 但有一家經營將近40年的美式吃到飽餐廳 可以讓我們用平易技能的價格 吃到平常吃不到的料理 但你看看完,你會想來吃嗎? 大家好,我是偷島 我們現在來到台北這裡了啦 然後我們現在所在位置是在雙煙成品這邊 我們今天要來吃一間 我是覺得還蠻有特色的牛排店 那家牛排店,我記得我小時候的時候 它非常非常非常的有名 可是如今已經過了差不多快40年了 沒有想到這間店 它竟然還在耶 不過OK啦 那等一下我們可以去體驗看看 它的表現會是如何吧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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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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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小心看這一套 好 謝謝你 OK啦 各位 我們現在已經就座了啦 然後我們剛剛在櫃檯的時候 已經先點好餐才進來了啦 只不過沒有想到 他的餐點這麼快就上來了 檸檬雞 各位啊 排山瓜裡面的雞肉料理 什麼叫做好吃 這個就是好吃的 這就是經典的美式BBQ味道 威廉中帶著酸爽的滋味 我最喜歡這個味道 還有這旁邊有附經典的洋芋 雖然說洋芋就跟當初吃起來一樣普通 但真的 我還是很懷念這個汁 OK 那我們拿排山配洋芋看看 雖然說今天他這家店的收費 比起我們台灣常見的家庭牛排餐廳吃到飽 還有高昂一點點 可是我是覺得說他的風味 還有說他環境營造的感覺 真的是沒有辦法被取代掉 不過我們這個排餐 就先把它當開胃菜就好了 我們大家再去沙拉吧拿點東西 回來配著洋芋吃吧 這是小花的 湯都 洋葱 沙莎醬 嗯... 喔喔... 莫氏三角餅 來,叉咪 炒洋蔥 紐澳兩烤雞 烤雞自由 好,再點起司醬 舒服 海帶芽湯 蘑菇濃湯 牛奶 牛奶 上監獄 牛奶 海帶芽湯 扒洋蔥 特別越往我們常見的家庭牛排館來說 它這邊也許樣式沒有那麼的豐富 可是它的特色就是有提供像是牛仔糧烤雞 還有說這個墨西哥塔克餅 你不覺得這個感覺很特別嗎 帶著千許維拉的沙沙醬 跟裡面的洋蔥還有番茄混在一起滋味 配上這個酥脆的塔格餅 這真的很經典 還有三角脆餅 不知道怎麼這個餅吃起來感覺就有點像台灣的菜脯麵 味道還有口感蠻香的 牛仔糧烤雞 你用簡單方式來介紹這個味道的話就是 好色多烤雞的風味 屬於餓 尤其這個鮮嫩的雞肉配上這個起司醬 整個吃起來十分的罪惡 在這邊就是要 那我們就去吃馬鈴薯 馬鈴薯 蘑菇濃湯 我們通常喝這種蘑菇濃湯 不是都只會喝到一些小碎屑 甚至這種味道而已 可是他今天這邊他給你加到 滿滿滿的這種大蘑菇 他那麼喝起來是非常有口感 炒麵 這個炒麵裡面有加入了 蒜頭、蘑菇、橄欖去做調味 他吃起來的風味我是覺得十分的特別 但是他的調味整體很像我們平常吃清蒸海鮮的風味 這是很特別的炒麵 蔬菜法士達 這個法士達裡面有加了洋蔥、青椒、甜椒、蘑菇還有橄欖 然後他的調味是我們每次餐廳才吃得到的風味 海帶牙湯 只不過他這道湯我覺得跟美式是完全無關的 他就是很經典的台味海帶牙湯 非常的經典 我們已經吃完這回合所有的料理了 我們就去拿下一回合的東西回來吃吧 生菜火腿麵 雞米花 什麼時候 雞米花 這次是雞翅的部分耶 喔耶 OK啦各位 我們這回合 有拿到剛剛沒有吃到的東西 沒有想到說 我們剛剛以為他烤雞已經沒了 但是他竟然隨後就端出了一大盤的烤雞翅出來 剛出爐了 我們趕快吃起來 烤雞翅 各位這種烤雞就是要趁他剛出爐的時候大口吃下去 尤其他剛出爐的時候他表皮還帶著微脆微脆的口感 咬下去還噴出肉汁 簡直完美啊 我們再蘸起司醬 我們再沾起司醬 各位啊你知道什么叫做骨肉分离的滋味吗 我们刚刚轻轻咬住肉拉一下 它的肉马上就跟骨头分离干干净净 你就知道它这个肉有多么的嫩 谢谢 墨西哥饼 我们来这种美食餐厅吃个薯条 OK吧 虽然说它这个薯条已经冷掉了 口感也许没有那么好 可是它的味道我觉得是我喜欢的美式薯条味 好爽喔 炸薯条它本身就已经很罪恶 可是我们再加上这个罪恶的骑士这样之后 我们一次拥有两倍的罪恶 OMG 鸡米花 自从吃到刚出烤鸡之后 这鸡米花它吃起来感觉就逊色非常的多 我们再来吃刚刚拿的沙拉面 它这个面里面有美乃滋还有些学生菜 它这个吃起来就是非常的美乃滋 桂圆木耳汤 各位我们吃到这边啊 你看一下它桌垫上的人气产品 你有发现吗 它的汤品有 浓汤 紫米红豆汤 洋葱汤 就这三种汤而已啊 可是我们现场喝到这些汤 好像大多都是很台湾风味的汤 跟美式餐厅好像就没有那么大的关系 不过也OK啦 因为毕竟它是已经融入台湾快要40年的餐厅了 有点台味的汤 OK吧 OK啦各位 那我们已经吃完这回合所有东西了 我们等等再去拿些什么东西 回来吃好了 好了 好了 香肠法士达 家乡米粉 来吧 那浓汤好喝的秘诀 漂亮 来,完美 OK啦各位 那我们这回合就拿了一些刚刚还没有吃到的东西 我觉得应该也差不多了 还有我刚本来想要拿一点他XO酱炒饭吃吃看 可是谁知道一转眼他就换个菜色 那就真的没办法了 意大利面 各位啊,相信你们住在台湾一定都有吃过达美乐披萨 他们曾经有出过给品项市意大利面 可是之后他就停产不出了 但是没有想到我们今天可以在盘罗莎吃到这个在达美乐局版的意大利面 就像这种浓郁番茄糊 配上这种放到冷掉还是会很好吃意大利面条 我以前超爱吃这个的 我以前超爱吃这个的 各位啊,虽然说他这个虾饼确实是很好吃 没错 可是你现在每次餐厅吃到这种东西 你不觉得好像哪里怪怪的吗 哇 煮熟浓汤 经典煮熟浓汤加上一点点适当的黑胡椒 我会觉得说这两者混合在一起之后 黑胡椒他提出了浓汤的香气 如果你是喜欢吃黑胡椒的人 也许你可以试试看张家 还有各位啊,为了健康 我们来点生菜沙拉吧 我们来试试看他们的招牌 故乡米粉 我们来试试看他们的招牌 各位啊,这就是他们台湾价格的叉米粉啊 不管是那个口感还有那个味道 它完全跟美式料理是否完全沾不上边的 法斯达吃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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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各位,那我们吃完这回的所有东西了 我们等一下也差不多该吃点甜点了啦 咖啡丼 抗奶 碰吐 中文字幕——YK 诶 各位啊 我们终于来到点心的回合了 那我们先从冰淇淋吃起来 墨西哥饼 各位啊 我们全台湾的吃到饱这样子到处吃啊 但你们有发现说 好像很少餐厅会有提供这种东西耶 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边 你看到真的 不会想要多吃一点吗 咱们吃饱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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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饱饱 咱们吃饱饱 咖啡 Donc 嗯 給南鉤 還有它這個應該是家常布丁吧 不過OK啦 我已經吃完所有的甜點了 等一下我們去外面做結尾巴 很可憐 很可憐 五段一列人 酒甘提雷領好打 昆巴卡死在 OK啦各位 我們現在回到基隆這裡了 那我們來說說我們今天是龐德羅莎的想法吧 各位啊 不過這次之前 你們最近有去葉旦城了嗎 在北部如果你覺得要去葉旦城人幾人 會不舒服的話 你不妨來基隆這邊走走嘛 雖然我們這邊的不僅充滿了華國美學 也許沒有像葉旦城那麼的豐盛吧 但起碼它畢竟是我的家鄉嘛 還是想要跟各位介紹一下好不好 好不好 夠語啊 今天我們在平日的晚餐 來這邊用餐的總用餐費用是 538元 欸 你夠語啊 雖然說這個價格 然後你看到也許今天整體菜色的表現 似乎有那麼點差強人意對不對 可是各位啊 我們換句話說 我們今天來到台北市新一區 國父紀念館的正對面 那顆終於蓋完了蛋的旁邊 成品鬆菸的美食街裡面的美式餐廳 我們吃個吃到飽 最低找439元 而且今天我們是跟它點了特餐 差100元多個排餐 你不覺得好像還滿不錯的嗎 而且在座你各位也許都還沒有聽過 龐德羅莎這家餐廳 但是它現在在台北有兩間店 在台中還有一間店 如果有機會的話真的可以吃吃看 它在我們那個年代喔 我年輕的時候要吃龐德羅莎 真的是我必須可能做什麼好事 或是說成績有比較好的時候 才有機會吃得到 但是如今我們在物價通膨 還有說薪資長不高的情況下 我們現在一樣只要用400多塊 就吃得到了 雖然說它的表現也許不會像 我們常見的貴族世家 或是我家牛排那樣子 會讓你感覺該有的都有了 可是今天來到這邊你可以體驗到 平常你不會吃到食物 而且今天除了排餐之外 最得我心的就是它自助餐裡面的烤雞 還有那個TACO 我們今天最低用439元 就可以吃到它的烤雞吃到飽 雖然說它一次補的數量真的是 有那麼點可憐 這烤雞跟TACO 明明是你的招牌菜 結果你全天補的份量 要多不多要少不少的 如果人意多的話 根本就一下就沒了 不過好險今天我們平日來的 他們補的速度還有說分量 是還滿足夠現場大家這樣吃的 但是說如果可以的話 我真的是很想抱著一針筒 這樣啃一針碗 因為畢竟這家餐廳 它並沒有表定說 你用餐時間有限時多少 雖然今天這餐對我來說 是吃個情懷味的 但是我覺得 綜觀以上的價位還有今天體驗 你難道不覺得這樣還不錯嗎 好不好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見啦 掰 掰掰 他跟我差不多在二十幾年前吃到的味道 感覺一模一樣 就很懷念 謝謝 謝謝 謝謝